向往的生活,最想看到的三个嘉宾,网友直呼,太难请了,向往的生活第二季播出以来,嘉宾一直是观众关心的热点之一,第一期请来了大导演徐征,还有王燕辉,王逸诺,王渊慧,其中大部分的笑点都集中在徐征导演的身上,毕竟导演自己本身也做喜剧电影,笑点自然不会少, 后来陆续来做客的嘉宾有张杰,金文琪,李淡,池子,张绍刚,最新一期也是请来了潘月明和李小冉这对好友,在张杰和李淡两人中,观众唯一的评价就是懒,其他并无什么看点,而下一期来做客的则是上一季来过的宋丹丹和儿子巴图,观众们也是觉得有点炒冷饭的意思了,连续两季来做客, 就没有先前的新鲜度了,当然还有王陆丹,张子峰,赵宝刚几人,是首次来到蘑菇屋做客,向往的生活,最想看到的三个嘉宾,网友直呼,太难请了当然,现在再播出了四季而已,之后还是会有很多嘉宾来做客, 不过网友们似乎觉得这一季来做客的嘉宾阵容,似乎没有第一季的强大了,不过节目中,老师能让大家对嘉宾有所开测, 比如先前在极限挑战中,黄磊曾提到要和黄博在另一档节目中相见,大家就非常期待黄博老师上向往的生活,不仅是因为黄博老师本身自带的综艺效果, 更是因为大家很期待看到黄博老师和小H同屏,还有就是在预告中,我们听到的点的新香菜的女星,不少人从声音猜测是佟丽娅,佟丽娅的电影《超时空同居》,最近也是在热映状态,上个节目顺便做做宣传也不错,当然除了这几位之外,网友们呼声最高的嘉宾,却是TF Doors不对不对, 不是那个三小只TF Doors而是TF Doors组合,就是雷佳音,郭京飞,李光杰三人,从节目最一开始的先导片中,彭玉畅被问到期望谁来蘑菇屋做客时,他的一个回答就是雷佳音诗歌,为何网友对于他们三人的呼声那么高呢? 他们三人这个TF Doors一直调侃自己,三人分别对应王俊凯,王源,易阳千玺,简直可以说是祖合界的一股清流了,看三位好兄弟之间的互黑互对,互相拆台,一定会给节目增加不少看点,都可以想象得到, 他们三人如果一起出现在江南的蘑菇屋中,在田里干着农活,互相对对方的场景了,这样的塑料兄弟情也是没谁了,到时候,雷佳音的头围,郭京飞的造型,随便一个点就够观众一整期的笑点了, 不过要请到这三人可是有点困难的,毕竟现在三位中年游历大叔,可是很有人气呢,不那么轻易就能请到,如果一起亮相综艺,怕是会引起观众们不小反响吧。